4月30号女歌手钟嘉欣及内地影视演员毛子俊 在金钟太古广场出席时尚品牌的宣传活动 由于拍戏原因钟嘉欣此次回港已有粤鱼 这是她婚后在香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而趁此机会也探望了许多的亲朋好友 更报早上就跟以前合作过聚集《唐新风暴》的夏宇 李思琦及《迷学》等演员共进早餐 回忆过往情境感触颇深 期待日后再合作 如果有合作的机会 我都会很想 因为真的这三个前辈 加这个国姐 巨姐 他们真的对我们的后辈真的非常好 我都很期待将来有机会 可以继续做他们的女儿 问到一对儿女在香港住的是否习惯 周嘉欣表示他们都很乖 玩得也尽兴 最让自己开心的是 大女儿已经学会了不少的广东话 她每一次跟我对话都会说英语 但是现在一个月在香港呢 她就每一天都说这个广东话 她学得很快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点来香港 毛子俊表示之前因工作原因 曾经来过几次香港 十分喜欢维多利亚的夜景和地道美食 又自称是看着香港影视长大 希望可以和偶像梁朝伟合作 想啊想啊 因为我其实也是看着香港的电视剧电影长大的 如果有机会在香港工作 我非常的开心 有什么导演或者是演员你是很喜欢的 有什么导演 曹伟哥梁朝伟 其实他一直是我的偶像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